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看到秋天的特色之一 刚过今天刚过秋分 秋分其实是一个转捩点 就是白天跟夜晚的时间是一样的 昨天才刚出的秋分 那秋分以后呢 需要什么注意的状况呢 秋分以后其实白天会越来越短 晚上会越来越长 这时候到冬天还有一段小小的时间 这时候就是快速的成长期 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根 一次来三个根四个根 这个状况都很正常 那因为最近的 你最近你会发现 秋分过后它的那个夜片长的速度会加快 根部长的速度也会加快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温差拉起来了 白天的温度虽然可能还是可以到30度左右的温度 但是夜晚的温度拉到像降到25度 然后产生一个很极大的温差 这个温差是很有助于兰花去做大量的成长 但是有些像石湖兰之类的就开始停止生长 好像是贝壳石湖系列的 在秋分这附近它就会停止生长 那蝴蝶兰这一系列反而还适合这个环境 在台湾的南部的话 石湖兰如果是天宫系列的话 大概可以长到11月多 那蝴蝶兰也差不多 大概在11月中以后呢 大概第一波的寒流 或是第一波冷气团下来以后 很明显的冷气团下来以后 温度降到20度出头的时候 兰花就准备准备要出那个花苗 花芽了 它就准备开始出花芽 我们会觉得怎么那么早出花芽 是其实石叻里啊 这一类的蝴蝶兰 它的花芽到开花期的时间 几乎快三个月的时间 那个花梗要保存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因为冬天长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它的花梗时间非常的长 不像夏天的时候 有可能你看夏天的蝴蝶兰 可能花梗一来 或一个月两个月它就开花了 但是以西叻里亚而言 它是秋冬型的来花梗 到明年要开花的时间 还需要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它的花梗要非常久的时间 这时候就要注意 不要被鸟咬掉啦 不要被虫吃掉啦 比较麻烦是这个 那秋笨以后呢 有些人会建议开始换肥料 还是要看你的品种 主要还是看你的品种 像现在如果像蝴蝶兰它还在成长 我就不太建议换肥料 像我就还是会用生长肥 让它继续长 长到大概11月多左右的时候呢 其实有些人会开始换啦 但是我希望它叶子长得更茁壮一些些 有些人如果现在 它需要到11月中 要吹出它的花芽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喷开花肥 但也有人建议是 现在石乎兰之类就开始喷开花肥 让它开始进入秋冬休眠的季节 还是要看人 还是要看人 有些品种的时候 像石乎兰之类的 现在还在成长 几乎可以长到11月中的环境 如果你现在喷开花肥下去 它就开始停止生长 那所以呢 什么时候要喷呢 大部分有人是建议是在开花前的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 如果是秋石虎的话 其实七八月的时候就要开始喷了 那如果你是蝴蝶兰 有人是建议现在就要开始喷了 让它的那个开始进入 准备进入秋冬的阶段 不过我喷的时间大概会在11月多左右的时间 11月开始花梗出来的前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才开始下开花肥下去给它 现在9月底到10月中以后 还是以生长肥回族 因为现在季节非常适合成长 你看叶子长非常的快 就是你看那叶子的速度 比例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你看那个叶子的速度 如果你有拍照的话 你会发现成长速度非常非常快 就是一米大只存的感染 就差很多 那所以现在还是一个 适合让它完全做生长的状况 所以现在我还是不会换肥料 那除了这个之外 在春秋分这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病虫害 好像红蜘蛛啊 现在因为环境比较干燥 就比较容易得到 那还有像一些 增菌性或细菌性的感染 这时候也是非常容易得到 因为现在温度刚好适合它的温度 而且现在的因为潮湿度会减低 而且台湾的南部而言 潮湿度会开始降低 所以现在红蜘蛛的状况会比较严重一些 当然北部而言 它现在因为慢慢进入比较潮湿的环境 因为开始东北季风下以后就开始下雨 那时候它的环境就还好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所处的环境跟季节 那现在刚好是长根跟长叶的时间 你可以多给它一些生长型的肥料 那因为现在日夜时间比较短 你可以调整你的焦花时间 基本上秋天还是可以维持在晚上焦花的时间 到了冬天以后你就要把焦花期移到中午的时间 为什么会中午 因为冬天以后呢 怕植物冷到 所以我们通常移到中午的时间 秋冬这时候因为温度还没有太低 所以你可以 可以 以这时候的 跟夏天一样的焦花时间还是可以的 不过 今年因为是反声音 因为今年的那个反应生意现象好像蛮明显的 今年有机会会比较冷一些些 亚洲可能会比较有机会比较冷一些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可能到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那个预寒的状况 或者是挡风啊 或者是以浇水的时间要更改 到时候再看看 所以现在进入到秋分 就是要注意一下 成长快速成长期 多给他肥料 多给他肥料 那 像这个都长得很快 每颗现在都是长得非常 像这个一样 这个我记得上个月这个这个新叶还没有那么长 现在已经长到 已经长成这样子 非常非常快 非常快的成长 所以呢 现在刚好是他的快速成长期的时候 都给他一些薄 濕濕薄薄的肥料 你要每天喷 打肥肠薄也可以 你要一个礼拜 呃 喷个两次 那也濕濕薄一些 呃肥料就是这样子 薄一点点 绝对没有害处 宁可没有 绝对不要超过 肥伤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肥伤从长回来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那 呃薄薄的 多濕 是非常有 非常有效益的 像这个今年 这一科是今年还在属于循化期的状况 今年 你看这个是 之前来的叶子 今年基本上他 他花了非常多久 非常久的时间在做循化 在做长根的动作 现在才长第二个叶子 不过 这个叶子大概将近快一个月 时间就长出来了 非常的快 而且 比之前的大很多 所以这个时间 还是建议就是 多给他们一些些 呃肥料啊 多给他们一些些养分 哦 那当然啦 要薄一些些哦 不要 不要弄得太 呃 如果包装上写一千分之一 你可以把它稀释成三千分之一 四千分之一以上哦 那 当水胶也没问题哦 甚至到五千分之以上 就是有 但是不要太多哦 这时候效果会很好哦 呃 有些 我记得有些 呃 有些 蓝 蓝元 它是把肥料加到水塔里头去的哦 然后 那个 非常非常薄的成分 当水胶 有些人是胶完以后呢 会把它吹干哦 这个都很有助于它的 其实 肥料 尤其是液肥哦 呃 液肥 我们喷在叶子上的液肥 它 喷在叶子上的时候 它就 肥料也会 经由叶子进到你的 植株里面去 这时候呢 呃 要看你的时间 通常它会跟水滴的 您干燥时间有关 呃 保持越潮湿越久的话 它的进去的时间会越久哦 那 通常这种叫液面胶肥 液面湿肥 有分成根部湿肥跟液面湿肥 但是我其实都全部喷哦 并没有想象这么多 有些人会把它分开 两个浓度是不太一样的 也 页面会比较薄一些些哦 页面会比较 我记得会没有很薄一些些 根部比较厚一些些 有些人是这样子哦 那像我现在就是全部都喷哦 全部都喷 但是呃 很明显的效果非常的好哦 OK 那所以呢 现在是秋分刚过哦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一下 呃 给自己 兰花的养分啊 兰花的成长的状况 进入到秋天 比较容易出现虫害 呃 一些 想 我们你想象不到的虫害哦 那到了 呃 肥料 到了过来接近 冬天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要怎么换肥料啊 如何 现在也是 对 现在也是换盆的好时间 如果想换盆的话 现在是非常好的时间 有人在春秋分的时候是最好换盆 因为它长得是根速度非常的快 根速度非常的快的话 你换盆或上板都是非常好的时间 现在换完以后过一阵的它就长根了 OK 好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